iなくなれば きえれば よかったの もきちゃったしちゃった こんなにも あたしはいらない とき別 意味はないの はずれを きったの もきちゃったしちゃった 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丑丑 那麼本期視頻的主題就是一期 填坑向的開眼頭干貨 私たちは去年 一直拖到今年 第一季度都快過完了 ちょっと有點尷尬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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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期視頻也是我第一次面對的鏡頭 和你們來講眼妝干貨 有那麼一絲絲緊張 那麼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開始 先跳過底妝的部分 退 這個時候肯定就會小伙伴好奇了 不是算好今天 搞這個開眼頭的教程嗎 不是俗話說得好 蓋房子就要搞地基 眼影的部分也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縮短一下我們的眼尖距 總要讓你們 你們從我的視頻裡 學到那麼 欸 嘶嘶東西啊 這樣才能對得起各位的點綫頭皮彈幕 首先呢我們要給這個眼皮子給它 削個肘 就直接用自己平時用的修容就可以了 給它整個都鋪在我們這個眼窩的範圍內 用到這一塊橘棕色 鋪在整個睫毛根部 然後向上暈染 之後的步驟就是 改善我們整個眼頭的最基礎的步驟 就找一個深色的眼影 稍微佔取一點點 跟著整個眼皮的折子 就差不多是這個弧度 然後向上帶 眼尾的部分也可以稍微加一點點 這樣你就能非常清晰地看到你整個眼窩的結構 為了讓這個眼距看起來更加緊湊一點 就再用這個深色的眼影 在這個眼頭的地方 給它加重一下 這樣這個眼頭它就有一個拉長的感覺 你看兩邊的對比還是非常明顯的 然後再把下眼眶的眼影趕緊地給它畫上 這個方法就比較適合各位基眉在畫日常妝的時候使用 它也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減少我們這些個暴躁老弟 翻車的機率是不是非常的nice 拍完眼影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第二種開眼頭的方法 眼線膠筆開眼頭 很多姐妹就以為用眼線膠筆開眼頭就直接把這兒扒開 把這個眼線跟它填滿 然後你放回去之後 你不就是開了個寂寞嗎 不是說這個方法它是錯的 它其實更適合就是這邊的眼瞼 它是比較外翻比較明顯的這麼一個人群 它這麼開可以強調這個眼頭拉近眼去 就像我們這種內霜或者是眼皮稍微腫一點的話 就這邊眼睛它其實是沒有辦法在正常品視的時候 外露出給大家看的 我們在填充這邊的眼線之後呢 我們睜開眼睛還是要繼續進行向前延伸的 就是稍微根據這個眼頭 稍微往前 拉一點點陰影出來 下邊的這邊內眼線稍微給它扒開一點 給它加深一下 這樣就會有一個先肩的眼頭 就改變了我原來眼頭的形狀 再把這個眼睛閉下來 把這邊稍微填補一下 如果你這邊眼睛不做銜接的話 讓你和別人正常的社交距離去 這會有直男朋友說 誒 你就是怎麼搞的 你眼睛的眼屎沒有擦乾淨 我幫你擦一擦 那到時候尷尬的就是你了 那麼問題來了 那請問你們在我的視頻裡看過 我真的這麼看過眼頭嗎 好想也沒有啊 因為我本身也不是什麼 花日常妝的博主 後面呢我們來進行進階版 各位今天買一買 可以好好的覺醒一下 臉學一下 就覺得稍微高難度一點點的東西 如果你是直接跟著眼頭這邊 最突出這一個點向前沿的話 就很容易把眼頭畫的特別下面 也沒有辦法達到一個修飾眼型的效果 這邊的眼頭 它就是根據前面的這條線來進行延長 才會讓眼睛看起來更加接近於平行四邊形 整個眼線呢 就根據我們這眼睛前面的這條線來 然後盡量放平貼近 眼頭 然後順著這個筆觸往後拉 這樣你就可以開一個尖尖的眼頭 可以和後面的線進行完美的銜接 這麼開了之後你就會覺得 眼睛的下半段好像有些奇奇怪怪 而且原來本身的眼頭也沒有給它修飾掉 我們還要再進行往回拉的一個動作 也是這樣斜靠用筆尖稍微觸碰到你這個前面的眼頭 這個線可以一直沿到內眼瞼的前半段 然後我們再向下看 把這邊的眼線也稍微填起來 為了讓整個眼妝更有氣勢一點 眼尾的話可以稍微畫得誇張一些 然後來給你們看看兩隻眼睛的對比 這邊就會看起來更加有氣勢一點 就會兇很多 比較適合歐美妝 以及各位cosplayer們出比較高細的角色 用這種方法來開眼頭 那麼這個時候可能又有姐妹說了 我是個蒙古者 我的內姿很嚴重 我也想開這樣的眼頭 怎麼辦呢 那能怎麼辦呢 當然是先一卷三連 然後再和我學起來呀 由於我這邊沒有請到外援 所以我只能給自己手動扒出一個內姿出來 然後還是根據我們前面的這條線來 根據這個走勢的 最主要的東西來了 內姿的話其實眼頭前面有一個皮褶褶 把我們這邊有一個包住的動作 在這個褶褶前面 把這個往回拉到這一邊 給它畫出來 然後拉近給你們看一下 主要是這邊的部分 你先把前半段給它開出來 然後後面的部分呢 我們先從這邊開始往前沿 用筆尖的部分 稍微觸碰到這個褶褶 讓他們兩個稍微銜接一下 內姿開這種眼頭就直接硬開就可以了 如果各位實在是不敢用眼線葉筆 可以直接用這種扁平的刷子 然後直接佔取深色的眼影像這樣 稍微蹭一蹭 這樣的話也能起到一個上下過度的作用 接下來就是最後一個升級版開眼頭的方法 就是圓圓的眼頭 也是很長一段時間內 我的視頻裡出現的最多的一種開眼頭的方法 這邊眼頭已經開好了 我用這邊的眼睛給大家稍微演示一下 首先還是用到紅色的眼影 稍微鋪一個大致的形狀 來確定一下眼頭的整體走勢 然後盡量是讓這兩邊看起來對稱一些 最後再用到這個眼線葉筆 這次就直接用這個筆尖的部分來開眼頭 前面的部分就還是和開那個尖尖的眼頭一樣 然後在眼頭的正前方拐一個彎 然後你就能得到一個圓圓的眼頭 這個內眼筆要帶到 整體還是一個三角形的一個狀態 然後一定要包過來 這樣才會有整體感 之後還是用紅色的眼影稍微鋪蓋一下 這樣的話就可以稍微蓋住一部分眼線葉筆 讓它看起來不那麼突兀 剛剛去換了一副直徑稍微大一點的美瞳 那麼這就是本期視頻想要教給大家的四種看眼頭的方法 不知道各位心美們 你們有學費 學費了的話記得在彈幕上摳個1 如果你只是眼睛學費了的話就在彈幕上摳一個2 本期視頻到這裡就全部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記得給我一剪三連 我們下期視頻 我覺得大家可以用幾個月 向我試用這個回合